躺在病床上陷入昏迷 台湾导演林博勋在大陆珠海被打 伤势严重 消息传出震惊各界 林博勋是在16号凌晨 经过珠海一个公车站 看到有街友只穿着短袖T恤 好心脱下外套给对方披着 没想到却意外发生冲突 被对方持力气达成重伤 当天他还自行就医 以为没事 返家后隔天却开始意识不清 再度入院病情急转之下 41岁的林博勋投入影视产业 已有20年 师傅是鲁冰花摄影师林振生 而他自己也曾在台湾 担任节目制作人和摄影记者 近年来转往大陆发展 并在珠海开设电影工作室 目前正在筹备公益电影 宝贝别害怕 并且以敲定由黄磊等人演出 没想到电影还未完成就传出意外 家属现在只能一边筹挫医药费 一边为他祈祷 记者综合报导